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嗨大家好我是小春 我们今天再来介绍一些关于 星剑侠世界3你必须要学会的一些知识 事故意识 咱们马上开始介绍吧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装备 装备总共有四种颜色 最普通的是白色 再来是紫色 紫色又称为稀有 再来是橙色 橙色又称为卓越 简单来说装备颜色的等级就是 白绿紫橙四种颜色 至于装备取得的管道 除了野外挂机以外 还有家族打造系统 跟玩家摆摊购买以外 如果你是时间比较充裕的玩家 你还可以参加 星剑侠世界3大大小小的活动 进而取得你想要的装备 至于你要参加什么活动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的是武器类 武器类是最为重要的装备 出处是三财首领 三财首领是一种家族对抗的玩法 更所谓好的家族带你上天堂 坏的家族带你流落街头 项链提供高额的生命跟水系抗系 水系抗系就是拿来抵抗溢水的职业 出处为千基楼 千基楼是一个单人挑战的玩法 也可以组队进行二到四人爬越高 奖励越好 叶子 提供高额的生命跟木系抗性 木系抗性就是拿来抵抗白鹿职业的属性 出处为宋金战场 宋金战场是一个20人 vs20人的 团队竞技热血战场 进入战场前先祈求老天爷 让你跟大神同一队 即可战无不胜 护身符提供高额的生命跟土系抗性 土系抗性就是拿来抵抗武当职业的属性 出处为野外精英 野外精英讲白点就是打王的活动 拥有一支好的团队一起打王 奖励才可以拿好拿满 玉佩提供高额的生命跟火系抗性 火系抗性就是拿来抵抗天冷职业的属性 出处为商会任务 商会任务为每日避解的活动之一 非常的简单 衣服提供超高额的生命跟精细抗性 精细抗性就是拿来抵抗天王职业的属性 出处为冥霞讲武 冥霞讲武是一种家族的玩法 讲白点就是家族boss 一样老话一句 好的家族带你上天堂 坏的家族让你连衣服都没得穿啊 帽子 提供打手们不可或缺的暴击属性 出处为孟华鹿 孟华鹿讲白点就是所谓的副本 喜欢打副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星剑侠世界3的副本可是具有一定的水准 不完 提供各职业不可或缺的命中属性 出处为官府通气 讲白点就是系统叫你去打各个地方的江阳大道 属于每日避解的任务其中之一 非常的简单 腰带 提供各个职业都需要的暴击抵抗属性 出处为英豪雷台 英豪雷台是一个单人的挑战竞技场玩法 不需要担心自己战力不如人就拿不到腰带 在打雷台的时候 不管你是打战力比你高的人 或是战力比你低的人 都会有一定的几率获得腰带 简单来说一切都是以运气获得的 跟战力的高低无关 鞋子提供高额的闪避属性 跟各个玩家不可或缺的移动属性 不管你是要追杀敌人 或是36技走为上策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出处为五道真锋 五道真锋是一个3v3的小团队竞技玩法 这个玩法就很依赖团队的配置 或是你团队有没有所谓的大神 简单来说任是一位大神 人挡杀人 佛挡杀佛 战无不胜 好 再来我们来说一下强化装备 你获得了装备之后 那想当然的你一定要强化装备啦 然后强化装备有点值得注意的是 你强化装备之后 你在更换装备的时候 强化的等级是会有所保留的 比如我这把武器已经冲到加10了 那我在换下一阶的武器的时候 这个加10是一样存在的 所以你初期就可以装备充好充满 完全不用担心换装备之后造成的损失 至于强化10的出处 我们来看一下 强化10的出处是元宝商店 火月杜宝箱 千姬楼 还有梦华路 跟白虎堂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副本制的 龙泉秘境 这几个是强化10主要出产的管道之一 然后在强化装备的时候就是尽量平均强化 这样子才能使你的战力最大化 好 再来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玩家跟玩家之间要怎么交易 这边有一个摆摊系统我们把它点开来看 这个就是所谓玩家跟玩家交易的管道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你的摊位 你的摊位你可以摆放任何你打到未绑定的物品 然后值得注意的是 摊位是有所谓的等级限制的 你拿到等级60级之后你才会拥有20个摊位 然后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拍卖场进行搜索动作 比如你想要令牌或是头衔升级的或是冰魄装备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寻找 只要玩家有的东西你们通通都可以在这边交易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系统 很难得有玩家可以跟玩家之间交易的功能 有没有然后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物品有分为交易跟摆摊 如果你下面写着摆摊的东西 那他就只能摆摊不能面对面交易 然后使用的货币是元宝 然后如果你下面写着一个交字 那这个东西就是能玩家面对面交易也可以摆摊 然后使用的货币是翠玉 这一点值得注意一下这点非常重要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玩家&玩家交易的系统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吧 那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资讯有帮助到你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让我带你走进各种武侠的世界里面 我是小春 咱们下次见 拜拜